火车费做不到 就跟我说 那时候我在上班 我认识他一年多了 我都没玩那个 就要我 我认识他一年多了 我还玩 玩的时候 我在常常那个时候 我跟他说 就跟他玩抖音 我说 玩的时候 我跟他 接触在一起的时候 感觉 人真的不怎么样 还真的很垃圾 那么 我跟他说的时候 你要说具体一点 你你就是很含糊呀 我知道我知道 就是我以前 刚才玩网络的时候 我看他每天拍视频 那时候我一放假 他刚才就拍视频 看他拍耳朵 拍视频的时候 还是我请他喝的水 当时他在关南服务的时候 你那信号又不好又卡了 听不到了 是不是 就完了 刚才也是一年多了 我就说 哎呦 就要那个时候 他去大使坑那里住 住的时候 他跟那个李哈哈 吃到半夜 八点多 九点多了 他把那个李好把他赶跑了 我要直接发信息 去吊他 我说 你怎么回事 把等货赶出来呀 他说 那个人不行啊 你没跟他留结构 不知道 只要我不相信 不相信我 要吊他 他 因为那个时候 我也玩抖音 在那个 文化学院玩的时候 他呢 我呢 不行 我不相信 最后那个 阿兵 那个眼镜又去跟他玩了 把他狗狗死了 我也不相信 不相信呢 我心里 那个时候 我过一段时间 我又去找他 那个时候 我现在就 刚从比较低出来的时候 我现在就有七八八块钱 七八块钱的时候 我去找他的时候 工资还没到账 他一直追我 买这个买那个 我说钱还没到账 工资还没到账 我说过几天工资到账了 在买 那个时候 他给我借了几百块钱 说实话借了几百块钱 但是借了几百块钱 我过去的时候 每天吃的 住的都是我偷的钱 知道吗 他说买装备 在龙华 最龙 就是说在大长安 龙华这边 不去 就是拍视频 这个房 这个房呢 我就说 可以这个房 这我每天跟他开直播 我就说 我说我们这么辛苦 开直播 或什么话 龙哥 哪一天我们 不是你火了 我火了 是不是 哪天发了 你不要忘记谁 我说 因为我们跟他开直播 开一点两点 天不亮 四五点起来 又拍视频 这样呢 我拍视频呢 我感觉他那个 人呢 越来越不行了 我拍个视频呢 就是三两分钟 就一出行就过了 我跟他拍个视频 半个钟 四十分钟不行 还一天的屌我 骂我 他妈的骂我 骂什么 孙子一样 整天屌我 我说我年龄 跟你一样大的 你也是八十年 哎呀你也讲的 都是这鸡毛蒜皮 无关紧要的 我以为有什么大瓜呀 所有听不清楚那边啊 哎我的凳子呢 在这儿 人呢 掉线了 对断了 你那说的都都都都 都无关紧要的 也没啥意义啊 这个能不能穿过去啊 你那边信号不好 老天 oui 外边见av Alg Covid 来 灵梓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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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gul冻了 黑桶在哪里 叫什么叫 叫什么叫 叫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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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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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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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